我又按到露營了 跟著我一起去喝下午茶吧 這次是在迪化街一段附近的大稻城 旁邊的紅色磚牆老屋街區 真的非常的好逛 大家有空也可以去看一看喔 這次我們下午茶的餐廳是DG Cafe 我們用餐的地方是有一點半開放式的 玻璃小花園 本來以為是在戶外用餐 結果沒想到它是用玻璃天花板跟玻璃窗 隔出來的小溫室 是有空調的喔 非常的舒服 我們用桌子 拍人家的蝦子 趕快合起來 他們有空調的 有空調的 配衍 正度在無 BOY 有一空餐廳 使人會在滿數看起來 就真的變成了 它們變成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用完餐以后我们走路回大桥头站 这一整排的红色雾啊走在其中仿佛到了另外一个时空了 据说晚上这个街道会点起红红的灯笼又是另外一种风情 这样子是不是下次又要再来一次了呢 诶它里面很亮亮的 自习区的后面是有小店 这个晚上的灯都会亮 哇真的是还蛮值得过来逛一逛的 接下来要冲去台北车站搭观光巴士咯 那因为影片有一点长所以分上下两集 别忘了按赞分享以及订阅我的频道哦 那么我们下部影片见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